美国现在呢 其实你看它的空军研究实验室 说跟海军一起合作 在7月有做了一个测试 叫做Quick Sink 就快速的沉没 Quick Sink 空中投放弹药 集成了一艘靶件 那这个呢 是在墨西哥湾海域 很靠近佛罗里达州 那个地方所做的一个测试 那这个测试呢 它是等于是说 从空中投放一个低成本的弹药 集中这个靶件 说这样可以达到 跟反舰飞弹一样的杀伤力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应对 对全球的海上威胁了 这到底是在针对谁啊 而且为什么要用低成本 现在美国是怎样 是穷怕了吗 所以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做法了吗 那问题是它这个杀伤力 一样大吗 好 这个要请教一下 将军 分两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澳洲跟加拿大的 这个联合声明 它对台海跟南海的关心 我都认为这个 它有没有很务实 我们可以从两点来看 第一个加拿大跟澳大利亚 在台湾并没有派联络官 或者是国防武官 军事武官 没有 我应该派这个 最后方面 你有些事情要协调 或有一些资讯要拿到 或者一些情报要交换 那你是不是要派个武官 或联络官 属于军事兴职的 没有 你最好派一个 聊胜于无 但是这是最基本 其实派个武官 派个联络官 这个不难 派个忠孝的军官就可以了 然后代表这个陆海空军 把这些相关的起步 他一个人就可以 反正有加拿大在台湾办事处 也有澳大利亚在台湾办事处 你派一个 现职 现接的 是不是来做 那我认为很简单 但是没有 你派个国防武官 或者联络官 那第二个 我就认为是不是 他这个 加拿大跟澳大利亚 有很多的这些演习 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的北领地 他有演习 要不是邀请台湾去参观参观 派个观摩团 五个七个就可以了 来我们在北领地有 包括新加坡也有来 包含在那个远在大西洋的英国 也有派 你到我们这个北领地 搭文港 来 我们来给你们看一看 观摩团 你也不要参加我们的 这个图上作业 也不要参加我们的电脑 兵器推演 不要 你来参加观摩团就可以了 那我先问一下 环泰军演有邀台湾去观摩吗 没有啊 没有 所以我说最基本 这是最基本 这还没有到深层 我们武器之间相反 然后这个军舰相互准入 都没有 然后我们的敦目舰队 去他的港口去访问 加个油 加个水 这个高档 高层次了 你低层次的五官都没有 联络官都没有 所以我都认为在这一方面 有点点打高空 不切实际 我这边也讲出来 看看 这个加拿大或者是澳大利亚 有没有进一步的 那我们按照这样子 我们来派 来调整 我认为可能在这边 我认为这是个测试 另外我们来看这个QuickSync 就是讲到的这个重磅的 其实这个是反舰的炸弹 传统反舰 因为它不是火箭 它不是那种飞弹 或者是空力舰的飞弹 空射式的反舰巡运飞弹 不是 它是个传统炸弹 那在两个条件下 才能够达正 第一个 要有绝对空优 你怎么进来 你要很近 因为如果是反舰巡运飞弹 很远就可以发射 我要安全 在它的范围 这个舰队空的飞弹 防徵中飞弹 你在它之外 然后打它 这个不行 因为它没有推进的 所以你一定要到零件去轰炸 空攻一丢 炸到它 你先到了再说 对 因为这个炸弹不会飞 它是要你去丢 那你一定要零件轰炸 你要有空权 没有空权的话 那个中共每一遭军舰 这个垂砰系统 里面都有海洪旗 专门打飞机的 防空 叫做防空飞弹 就让你到不了 根本没办法到 所以它的包落线 可以没办法进入它的包落线 包落线就是它有效的攻击范围 那你根本没办法进来 那你没办法进来的话 你怎么去丢 所以要能够 要夺得绝对的空忧 才有办法 如果没绝对的空忧 再把你 不管再攻击 可以把你摧毁 还有一个就是 舰队空的防空飞弹 也把你做摧毁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些万吨大启 中共的这些 冻五两或者是冻五四 还有冻五五 都有进破防御系统 你这个空中一丢 它一样可以打你 但是打你的时候 虽然它不是飞弹 它的速度只是传统 也没有超运速 很容易被这个进破防御 一打到之后 一中弹之后 那进破防御系统 你不要看到 它的有效的射程 是两千码 两千多公尺 那两千多公尺 一打到弹道 就进入螺旋 根本没办法命中 因为你被命中了 可能会爆炸 如果不爆炸 也进入螺旋 因为它的速度慢 速度慢的话 它可能是大角度 或者是水平同弹 直接进破防御系统 把它打 一打到之后 掉到海里面 变成这种 幻觉有双重的 你要知道 这两个问题 要解决 它这个quicksync 才能够命中 我们叫做命中 我们叫靶剑 或者是我们讲的 这些中共的军舰 要达成这两个 我看目前 它在这一方面 能不能确实 能够克服这两个障碍 目前没有办法 尤其我讲的 第二道的进破防御系统 对它来讲 是它的击杀器 除非美国又有种方式 饱和攻击 我十几架战机一起过来 就为了打你这一艘 让你这个 瞻前顾后 前顾左右 没办法顾 因为实际在同时 饱和攻击 对任何国家 或对任何军舰来看 是没有办法克服 但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那么大的机队 有没有那么大的战力 每一次都要饱和攻击 将军觉得有吗 你要付的 我认为代价太高 你同时出动 十几架战机 围攻这一个动物 你要这样子 你要这样饱和攻击 那你代价太高 会不会十几架都被干掉 你要想到这方面的风险 这方面的代价 你做饱和攻击 能够达到目标 所以我倒认为这一方面 还是战术战法上面的一种 一种试验性的说法 并没有一种验证性 只是试验性 并没有办法到的实际性 所以听到这儿宣姐 所以说来说去 其实就是一切凭实力 那这些国家发个声明 谁不会呢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说 当然了 我觉得现在南海的局势 确实比较紧张一点点 而且对他们来说的话 正在美国盟友的立场 就是你要么就呼应 那就是他们在印太 可能也有一些 各式各样可能的一些利益存在 那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发表这个南海声明 可以去理解 但是我觉得退一步去想它 你会发现现在其实像 澳洲跟加拿大 回到前面这个话题 他们其实不只是说 发表这个南海声明 而且他们自己的国防部长 实际上是见面的 在加拿大见面的 那为什么要见面呢 你会发现这段时间 其实很多美国的盟友 都很担心 都很害怕 比方说日本也是 比方说加拿大跟澳洲 他们都想要去加入 AUKUS第二支组 为什么敢在这个时候 拼命的很多动作 因为担心美国的总统大选 结果出来之后 如果是川普的话 他又要到处退群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 就某个程度 就包括我们也讲到 这个阿富汗的状况 就是说美国基本上 他虽然叫做民主老大哥 但他这个民主的态度 基本上以他的 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优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有些时候还要看 他是谁当选 你当选的人是谁 他的政策会改变的 尤其是川普 川普在过去的那个任期当中 让大家吓坏了 就是说他的所谓的退群 就是说他的单级主义 他的这个就是 至少门清水的状况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如果这个年底 是川普当选的话 那么很多的承诺 或者很多拜登在做的事情 通通的很可能会改嫌疑策 所以大家只好在年底的 总统大选之前 拜登自己也知道 就尽快的能够去部署的 能够让他这个不要添乱的 未来能够就此 这个先拍定的 未来不要再改变 就尽量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所以你会看到这一些 美国的盟友在现在 这表态就表态的 特别的情怀 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 反映出来的就是 我觉得当美国 不断的去塑造 像我们刚刚一路聊过来 就是说包括像什么 民主基金会 就是他去塑造出他是民主的 别人是专制的 但某个程度你要反过来问 你真的还是在他心目中 那个民主的老大哥吗 你自己本身的价值 是真的这个更古不变 是坚固不破的吗 还是你自己本身 其实都是在各方各面 都是双重标准呢 而且都是依照 你自己的利益为先呢 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呢 回到刚才蔡文又讲到过的 当台湾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的利益是什么呢 你的利益会是来参战 因此导致强权对强权强迫 然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后你自己摸摸鼻子 不见得得利吗 就不是 所以我们待会可能会聊到 所以为什么金门说要谈 所谓的非金市区 当然机会不大 因为他必须要 必须要两方之间 官方对官方的接触 才可能签约 但是你可以去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子的担忧 因为其实基本上 你去仰赖美国 它是一个不可靠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只有靠自己最好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